前方是S19系统高速的故山出口 下高速的车辆排起了长龙 货运的事成人员确实是非常辛苦 日复一日 几乎所有的工作时间 他们都是待在密闭的这个车厢里 正是有了他们的心情的劳动 默默的付出 我们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 生活物资 某种程度上来说 正是他们托起了我们整个社会 正常运转的坚实的基盘 他们值得全社会尊重 在此我也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和由衷的感谢 因此呢 我也要拜托相关的部门和企业 好好的排队 给货车的这个私承人员 更多的关心关爱 哪怕是一个微笑 一壶热水 一段尽可能挤出来的休息时间 也要拜托 这些货车的私承人员 请你们遵守好相关防疫的管控的要求 为了您和您家人朋友的健康 这里面没有两个小时 该报备的即时报备 根本下不去 该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准速去做核酸检测 落实好相关的疫情防控的要求